那因為講到了這個社會風氣 接下來我就要講館長了 這個館長遭遭起訴 館長為什麼會被起訴呢 因為之前這個阿館他罵王秉忠 可是他在影片當中 都沒有提到王秉忠三個字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既然我可以影射 我可以暗示 我又不用提到 我又沒有提到這個人名 那我為什麼會被起訴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我放給大家聽聽看 可是這裡面很多的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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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面很多的髒話 所以麻煩你們自己消音 但是現在台灣就是這樣 這種次文化當道或是幹狗文化 這是我們政府覺得很想要推動的 來聽聽看 我在一輩子最驕傲的事情就是共匪罵我 共匪生氣的就代表我們說對了 共匪生氣的就代表我們 我們 我們 讓他共生氣的 所以讓共匪來罵我們 尤其是賣國財的共匪 那種垃圾 幹人家狗娘養的 那種共匪 讓共匪來罵我 我覺得是一種驕傲 誰罵我 媽的雞巴咧 罵我可多了 又想要告我 我不是白痴 喔 所以我們如果讓弱智 狗娘養的 喔 他媽的來罵我們 我們覺得 我們是非常非常的驕傲 就好像他媽我們得榮譽勳章一樣這麼驕傲 幹人家以前的時代是他媽的殺漢奸 媽的宰賣國賊 現在你把他罵了連他媽都不認識 羞辱到他媽的人出去跟他媽過街老鼠的人很喊打一樣 就行了 是不是 講話不要那麼捲蛇 像當娘炮又噁心啊 我跟你講啊 我要幫中共吸老二的時候 吸的是非常的爽快啊 難道我不能講我一直幫中共吸屌嗎 難道我們不能講明明就是事實嗎 幫中共吸屌啊 難道不能吸嗎 我有講錯話嗎 難道不能吸老二嗎 是不是 捲你媽的雞巴蛇啊 幹你娘老雞巴咧 捲捲捲 臭你媽的回你個中國大陸 幹你娘老雞巴咧 他會用你這種人 那是他媽丟臉的 罵誰 他媽的隔壁老王 我兄弟 怎樣 媽的幹你娘的雞巴咧 舌頭是怎樣 舔人民幣舔到舌頭捲不起來 吹喇叭吹到他媽的雞巴咧 舌頭壞掉了是不是 講話叫他媽的帶點捲 捲你媽的雞巴咧 捲你媽的雞巴咧 捲你媽的老雞巴咧 臭 聽了真噁心耶 幹你娘你看他媽的這麼噁心 他媽活在台灣 這他媽不容易耶 你媽的雞巴咧 噁心巴拉的 我快轉 想打人的衝動 你真是他媽的不簡單 你也是個人才 他媽的雞巴就是一副打我打我 臭他媽的人體沙包 是不是 一副他媽的想要他媽被大家 他媽的把你打死 那不行有法律 你懂我意思嗎 我還早要被打死了你知道嗎 狗兒子 就你媽的老雞巴 捲捲捲 還敢點名啊 我的名字是讓你叫什麼 狗兒子 他媽的我台灣英雄耶 你中國英雄是不是 啊中國狗 他媽的中國狗 一句話 做台灣幹什麼 趕快去 你回去中國大陸評論一下 我聽聽看 你評論一下 你評論他們國家誰誰誰怎麼樣 領導誰怎樣 你評論我聽聽看 他就是罵他中空的狗兒子 你媽的雞巴 好差勢 所以說我剛剛講前面這一段 我就希望大家多支持這些YouTuber的創作者 好他罵完了 他罵完了終於喔 我的天啊 哎唷阿管阿阿管阿 啊 是不是可以不要這樣啊 那他其實沒有點名喔 他沒有講誰啊 他其實什麼都沒有說 但是呢配合他的發文 來我給大家看喔 配合他的發文 你看 他這個發文上面有這樣寫 秉中 啊啊啊啊啊 狗兒子 有沒有 他的發文有這樣寫喔 大家有看到喔 你看還有1.4萬人按讚耶 我其實覺得 我們現在真的要發展禮儀 廉恥 讓大家有正確的一些觀念 所以為什麼公平道德課要持續的上啊 好可怕 我真的聽不下去 他雖然在影片裡面 其實他沒有講到王秉中三個字 他只有說隔壁老王 但是呢配上了他的發文上面有講秉中 嗯嗯嗯嗯 狗兒子 所以還是被起訴 好 那被起訴呢 它裡面就有講啊 你的娘喔 那個馬叉什麼雞 什麼叉那個吃凹四身 你媽那個什麼的喔 然後檢察官是說啦 這些具有貶義含義的避諱的言詞啊 垃圾啊 狗娘養的啊 狗兒子啊 王八蛋啊 粗俗不雅的詞彙 還有共匪啊 賣國賊啊 中國狗啊 然後這些政治傾向之言語啊 然後匪啊 賊啊 狗啊 等指人家蠻橫霸道 奸詐狡猾 慘媚奉承 等自言進行情緒性的謾罵 然後顯然已經愉悅社會 一般大眾可以接受的程度 喔還好 好你教材 好你教材 那因為如果 這個是309項的第一條啦 公然侮辱 它其實已經真的很明顯了 如果你罵人是罵的 如此的明顯 因為這種東西啊 這種這種 惡行惡狀 這種言詞 烏言諱語 我覺得在我們的社會當中 不該被廣泛的去歌頌 那你剛剛看到館長的罵人 他的發文 竟然都還有一點多萬人按讚 可見還有多少人 是支持這樣子的言行 甚至搞不好 年輕人不懂事 他會覺得很酷 他會覺得很帥 好那我們其實是 覺得完全不能接受啊 是完全沒有辦法接受的 好你今天你要罵人 希望大家都能夠好好的講話 好那館長他有說喔 他說他寫的王秉中 他寫那個丙 又不是那個王秉中的丙 他故意寫錯字 告訴大家 故意寫錯字也不行喔 就算你直播裡面 沒有提到王秉中的姓名 你要凹 你說你不是辱罵王秉中 這個王秉中 不是那個王秉中 隔壁老王 我不是在指王秉中 但是凹不過去 因為你的貼文 王秉中的丙 是有一個火字旁嘛 那館長的發文 他沒有那個火字旁 他直接寫 加以丙丁的丙 那一樣 還是一樣 被起訴 所以館長你是很難辭其咎的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 蜂蜜啤酒好喝 現在有一個人 已經去支持了這個館長囉 本來一生監督他一人 現在治監督 是現在已經靠向他囉 但是各位好朋友 你們不要擔心 因為呢 我們還有另外一位 非常厲害的 我們要用特殊召喚他的B17 B… 你們知道B17是誰嗎 B17才真的是 一生監督館長一個人 這只要一有館長的消息 你就可以看到 所有的人都在敲碗 B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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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出來 那B17呢 他是一位網友啦 但是他真的 一生只監督他一人 所以B17就做了一个很完整的 馆长的官司的一个整理 所以B17轰炸机来了 这边有一个馆长的爱马事件 那检察官已经起诉了 然后有施博事件 馆长拜诉 有李婉玉事件 然后最后有李靖良出来 所以和解 吴宗献事件 馆长拜诉 罗文事件 馆长拜诉 因为罗文事件呢 这个也还蛮有趣的 就是罗文是一个人的名字 那馆长因为要骂他 所以馆长一边骂他一直骂他 然后就说我不在讲他哦 我在讲的是罗文保险套 所以馆长一样 一样拜诉 然后商标事件 馆长拜诉 卖猫事件 馆长拜诉 那王品中事件 被起诉 周玉寇事件还在审理当中 还有卖猫的其他事件 被告妨碍名誉的也在审理中 他的健身工厂 被告了十几条都在审理中 他的干洗手被罚了60万 他的封交被罚了4万块 所以基本上啊 输的比赢的多 看到了B17整理出来的 感觉馆长简直就是个败诉王 对不对 但是在这边除了恭喜一下秉中之外 那秉中年终奖金有着落了 那让我们觉得社会 还是有一点点的公理正义啊 不然感觉上好像 反正老子就是钱多 但是不要忘了 多行不义 他就B字B好不好 好那不过喔 你看喔馆长被起诉了喔 你看他发文 你看他发文 有没有很像某人 有没有 什么是起诉问号 因为有个人说李登辉博终于死了 我就说秉中你这个狗儿子就起诉了 为了台湾人尊严 起诉就起诉 大家支持阿管吧 Oh yeah 你看到没 各位好朋友 你看到没 你今天被起诉了是毫无回忆 有没有像我们手机证据拿到了对面 毫无回忆一样 然后动不动就台湾尊严 台湾价值 好像你有几个钱就很了不起一样 你做错事给台湾带来很不好的一些社会示范 然后你没有在负起这个社会责任 不要以为你做了一点善事 抖内了一点 然后这个做了一点公益 这是两码子事 你把器官放在嘴上 就是我们不乐见的也不接受的 我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看到你们的这种言行举止 然后还能够 然后要去学你们 你看这篇发文 现在应该破万人按赞 现在应该破万人了 你看还这样子 还这样子 死性不改啊 台湾没救了是吧 还有八千多人在按赞 所以这样是不OK的 然后真的也是愉悦我们一般大众可以接受的程度 真的也是这样 惹到这种人真的是该随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馆长的事件